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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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水箱包装后 卸掉水箱底部罗帽 然后把水箱搁在支架上 利用支架没拧紧的晃动 使水箱底部罗斯滑入支架筒托预留草莓 打开真空管包装取出真空极热管 打开真空管包装取出真空极热管 涂上少量的洗津水箱或肥皂上少量的洗洁或肥皂液 按入水箱 目测一下两边的真空管刚好插在水箱孔的中间部位后 拧紧紧水箱底部的罗钉 再把真空管上的防尘圈往上推到水箱边缘 以此类推 装完整个集热管的安装过程 把带有小红帽的不锈钢管插入水箱顶部小孔 拧紧所有的连接螺丝 2. 水管的连接和控制仪的安装 2. 水管的连接和控制仪的安装 水管连接时 先把水管套在保温馆里 保温馆有连接的地方 用黑色绝缘带缠住 以防连接处脱开 保温馆套好后 用接头和水箱进出水不锈钢管连接 把有丝牙部分和接头连接 连接后 涂上洗洁 慢慢的插进水箱侧面的进水孔 底部进水的插入底部进出水孔 然后再用接头和自来水水管连接 安装控制仪传感器 先把传感器 包括信号线套在不锈钢管里 然后把传感器 放进水箱侧面上部的孔 尽量垂直放下 再把不锈钢管涂上洗洁精 插进孔里 插好后 把小黑帽戴在不锈钢管上 安装电加热时 把电加热后盖打开 先把三星电线套在后盖上 然后连接相应的电线 L接火线 N接零线 带地线标志的接地线 接完后 把后盖拧紧 然后再变加热末端 涂上洗洁精 慢慢插进水箱侧面下部的孔 把电瓶钢管转开 把带有网罩的那一端接进水口 打开电磁阀盖 把两芯电线接在接线螺丝上 注意不分正负极 接好后盖上塑料盖 感谢观看 控制仪安装时 先把控制仪固定在墙上 固定后打开控制仪接线盖 按照相应的文字连接相关的线路 完成以上步骤后 开启控制仪进行上水操作 在上水过程中 观察水箱进出水连接点 真空管和水箱连接点 电加热孔以及相应管道 是否存在漏水现象 以上是桑高太阳能热水器的安装介绍 假如您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有任何建议 请致点桑高绿色服务热线 400-8899-133 我们将结成为您服务 再次感谢您选购桑高太阳能产品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